上一期呢我们开始介绍了就是关于水培那么一些基础设施的建造 这期呢我们来聊一聊咱们这个选材上如何去选择水培所需要的一些东西 大家可以看看 首先呢就是这个不管是盖板还是底板 一般都是1.5公分到2公分的一个厚度 那么这个边框 这个是边框 边框的这个高度啊 一般的都是这个6公分到7公分啊 然后呢需要的这个吊篮啊 就这个吊篮的这个内径啊 是4.2个公分啊 外径的一般是6个公分啊 这样子比较适合大部分的这个菜类啊 这个生长 同时呢 这个底下啊 吸水的这个过滤棉啊 为什么要铺这种吸水的过滤棉呢 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水培的这个槽子呢 种植槽啊 它本身就是有高到低啊 这样的一个阶梯式的循环的系统 所以说呢我们铺设这个过滤棉以后呢 可以减缓水流的速度啊 那么对根系的冲击力不是那么大 第二个呢 它还可以吸水保湿 第三个呢 可以呢就是过滤或者是吸附啊 一部分这样的杂质 就是过滤棉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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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